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记者张素 现在是北京时间17号早上 我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专机刚刚抵达 现场的迎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普京总统是来北京出席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他曾先后于2017年2019年两次 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 他曾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是独一无二的国际会议 论坛成功举办开启了亚欧大陆 和其他区域内相互合作的新阶段 此次行前 普京总统也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给予了高度评价 本月13号 他在吉尔吉斯斯坦回答媒体提问时说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 取得了积极成功的进展 并表示俄方有意将 大欧亚伙伴关系 欧亚经济联盟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 以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 俄罗斯是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 10年来 在两国元首的政治引领下 共建一带一路 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 走深走实 从基础设施硬联通 到规则标准软联通 再到人文交流新联通 中俄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务实合作 也在不断走深走实 中俄两国元首保持着频密互动 引领两国关系 始终保持高位运行 今年3月 应普京总统邀请 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论 开展了一次 有意之旅 合作之旅 和平之旅 普京总统近日在莫斯科 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与习近平主席会面40多次 有许多愉快的记忆 他还说愿同中国一道共同努力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这两天在来机场的路上 我们看到稻奇宣传标语等不少景观布置 用来迎接高峰论坛的召开 欢迎八方宾客的到来 今秋10月收获季节 相信更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将在本届高峰论坛上 凝聚共识 总结经验 规划未来